台南市中華路平安市府近的地基比頭空 市議員李政國上午在議會 就請市府必須要來領事這個問題 因為秋收三個月共同國的進行 希望市府團隊動作比較快 趕緊補救 妥免作成民眾生活更大的睡覺 上午議會總這孫 台南市議員李政國這孫 台南平安市民體下降 秋收後多點多也比特康 李政國沒辦法理解秋收了三個月 又在秋收這孫台南市政府跟無局 中華路的道路 冰仔市場過去那個道路掏空事件 其實經過很多的單位搶修 因為地下航管 一些不知名甚至沒有列管的航管 它的破裂 但是我想請問一下我們的局長 那個住戶有接到說 有陳情到我們11月17號 我們的施工單位有通知他的住戶說 因為工程款過高 他必須要暫時停工 要重新發包 請問這個是搶救事件 請問是不請我們的工務局長幫我解釋一下 台南市政府幹部局局長 蘇貞安表示 目前已經在關營工程的進度 舊的撤鉤我們已經修復好 那新的撤鉤我們也做好了 那現在就是灌漿 那雖然經費高了 但是因為我們是用開口企業的 所以也不需要發包 我們目前已經在灌漿了 另外在政客表示 英空空橋大都和靖南三家 目前這裡在進行連結鐵路 賓高的工程 所有在地的民眾 上班族都非常期待 工程趕快好 但是目前並沒有聯合的進度 讓民眾覺得政府效率真壞 希望台南市政府要趕快速度 記者陳家森 是議會再逢不得 好